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生炒罗飞片。生炒罗飞片最大的特点就是,鱼味比较丰富,而且比较有弹性没有骨头,吃得放心。 我选罗飞鱼就选用万绿湖的罗飞鱼。因为万绿湖的水质比较好,这条罗飞鱼我选的大概两斤半左右,比较肥美,因为鱼越肥美就越有油分就最好的。 用来炒就是最好的,首先就吸一吸腥味,就不会那么腥,吸完之后,就一刀下去边边的位置。 一刀下去。 把鱼流起出来,去鱼骨就用手顶住鱼骨,用刀贴着鱼骨。 把鱼骨起出来。 把鱼肉的鱼腩起出来。 这个鱼腩就要斩剑。 这个也可以,一开二展开,剩下两条鱼柳就起双飞。 首先鱼片一定要放盐。 首先鱼片一定要放盐。 放生抽。 鱼片炒起来有颜色又香。 最重要就是放粉了。 一定要干的生粉,粘着鱼的表面。 放生抽去搅拌,让鱼片炒出来有点色泽,和味道能也未点。 我们放鱼腩下去,放下去之后就剥开。 一边够颜色了就翻转过来。 倒出来搁一搁油,鱼片来说也是一样。 这时候翻转过来之后,可以开大一点火,我们倒出来搁一搁油。 放彩椒和葱段。 放鱼片,也是要放一点生抽,生抽会增加香度。 放一点酒。 大火炒熟,好。 大火炒熟,好。 字幕志愿者 李文米高先生。 放开箱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